有个地方应该怕这个 桃远国山区南上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指着舞台上好几个水盆很是无奈 而仔细一瞧每盆里面都装满了前一天晚上的漏水 原来活动中心门口的铁皮周宇棚使用已有35年之久 随着今年暴雨频频,漏水问题日益严重 天花板更出现腐蚀情况,也造成场地积水湿滑 不仅让社区新做好的舞台差点损坏 也让社区不得不先暂停据点活动,避免长辈滑倒受伤 这里就是这个屋顶我们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已经老旧了,就是冲吹一打,就是不堪使用,都是漏水 现在就是这个舞台又刚做好了 现在这舞台上面就边边的全部下雨天全部滴水 都要用这个盆子来积水来把它收集起来 不然这个舞台又20万左右的工程又要爆销到这个雨皮 所以现在省片的这边都是滴水很严重 尤其边边就对了,边边很多都是漏水 那个钉子都是腐蚀掉的 接获陈勤跟桃园市议员陈亚伦也来到现场 跟着理事长上到活动中心二楼 只见铁皮天花板交界处有着一条长长的褐色腐蚀痕迹 又坏掉,所以现在又不补,尤其又不法补那个滑滑的半年型的 人又危险不敢这样子,补了又没有多久又爆开来啦 所以想着看能不能这么严重,看一次把它换掉这样子 希望政府帮帮忙就对了 这个地方早期称为南侃顶活动中心 那是现在的南上里市民活动中心 那经过理事长楚慕通还有里长陈鼎景的反应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南上里市民活动中心 因为这个天花板已经使用了大概35年了 那只要下大雨呢,这些活动的地面上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 那市民来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很多长辈 市民来这边有可能会有滑倒的现象 所以之前呢,亚伦就跟理事长还有里长一起共同来会看 那也决议说把整面的这个天花板都一起把它换掉 对,整个屋顶一起把它换掉 那整个更新,那以后可以改善这个下雨就会积淹水的状况 美雨季刚走远,台风季紧接着要到 让南上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很是担忧 只期盼能尽少进行改善工程 让据点早日恢复成长辈们可以爱心使用的地方 记者刘比婷,台湾报导 再见 再见